那么这边还可能出现的一个问题 就是有些同学说 老师我们把这个隐藏域给它加上就可以了 对吧 就是我们直接把这个隐藏域给它加过来 就是在我们这边 把这个隐藏域放到我们的文件里面 放到我们的文件里面 找到我们的这个 找到我这个页面 找到我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我给它加上 然后呢把这个隐藏域给它拿过来 对吧 好 那么拿过来之后呢 我们再次去访问这个首页 我一刷新 你找到这个查看文件代码 这个隐藏域就有了 对吧 有了之后呢 下面呢我点击这个 点击 点击啊 你一点击 确实给你告诉你这个修改密码为789 对吧 有些同学马上就说老师不安全啊 不安全 好这个啊 我给你分析一下啊 看一下我们这个啊 比如说这边 你注意啊 这边 假如说这边呢是 这是我的浏览器啊 这是我的浏览器 这个正常的网站在哪呢 这个正常的网站在 是你的电脑 对吧 这是你的电脑啊 这是你 比如说这个正常的网站 是其他人的电脑 比如说是百度的 或者其他的啊 这个第三方网站呢 这个 这个是你的网站啊 就你 你电脑上的网站 你电脑上啊 你电脑上的一个网站 好 OK 我用我的浏览器 首先我访问这个正常的网站 对吧 我访问这个正常的网站 我访问他登录页面的时候 他是不是给我返回一个登录页面 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上的隐藏域 这个页面上的隐藏域啊 你注意 这个页面上的隐藏域 那么右电产感源 对吧 是不是只有在我的电脑上能看到 对吧 然后啊 你知道这一点之后 假如说我登录之后 我没有退出 我再去访问你的网站 你 你如果想要伪到成功的话 你给我返回的这个页面上 是不是必须有这个隐藏域 那么 现在你就考虑一下啊 你怎么去拿到这个隐藏域 啊 对吧 这个隐藏域你怎么拿到啊 你你不 你不能说对吧 你跑到我的电脑上 右键 查看文员代码 回去再沾上啊 这个 这个不可能啊 这不可能啊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呢 它是可以防止的啊 它是可以防止的啊 OK啊 这是我们给大家说的啊 这个疑问我们给大家说一下 它是可以防止的啊 你只要 其实你只要能拿到这个隐藏域 你还是可以伪到成功 关键是你拿不到啊 你拿不到啊 那么 这个过程呢 其实网络上面啊 没有 没有这个绝对的安全啊 没有这个绝对的安全 这个也只能说是在一定程度上 进行一个防护啊 你要不然就不会说有这个工房了 对吧 有工就有防啊 有工就有防 就不断不断提升的一个过程啊 啊 这个你就知道啊 我们这个 CSRF啊 CSRF 那么 其实啊 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将过默认开启的这个CSRF的防护 你再去做模板文件的时候啊 如果你的页面上有Post的提交 那么你需要在表单上加上一个CSRFToken的一个标签啊 一个标签